很多人也會有想要做 對不對 難免有些時候會有疤痕啊 對不對 或斑啊 你看這裡有 可以把它稍微修掉一下 我們馬上來去看看喔 好 找到 放大 放大 這個要放大可以從這邊有沒有 這裡 那也可以按快速鍵 有沒有發現Ctrl加跟Ctrl減 那這個快速鍵剛好又跟網頁上的一樣喔 各位在看網頁的時候 如果覺得這字太小怎麼辦 尤其看英文的 你可以放大 再放大 有沒有 現在很多網站不是有那個 什麼大中小 對不對 有那個大中小的 可是那個其實不是很好用 因為它只能放到局部 你用這個瀏覽器那一件的 Ctrl加跟Ctrl 會比較好用 你看一下在這邊 它的快速鍵剛好跟我們現在這個是一樣 Ctrl加 Ctrl減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 尤其看英文的網頁的時候 你搭配一下 這樣看就會比較清楚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是 順便文外跟大家介紹的 那我們來這邊 你看 你放大了 這裡有一隻手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樣去捲動 那也可以用手離動都沒關係 好有沒有看到兩個疤痕 嚴格來講應該算三個 好我們來這裡 去除黑斑疤痕 但是呢 它是有分不同的喔 看你是要黑斑還是要調一下 這裡有不一樣 以這個來講是真的疤痕效果比較好 所以我就直接選疤痕 好 黑斑對這個來講效果不是很好 那你看有一個大小對不對 一般我們都會比八很大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特別太大 你看 在這裡有沒有 這樣 這樣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 它不能處理這種不連續的 我現在是不連續的 所以我要分三次處理 如果你 塗好了之後 就告訴它開始處理 這樣有沒有 比方貼了快 蛤 這是真的喔 這不是我假的 這是真的 欸 我以為那個 不小心抓到了 你們這樣很多人 那個照片用切的 真正對來是看得到喔 對不對 可是一定要學起來 希望下次你的Facebook上的照片 不會有這樣漂亮一點的 可以齁 好 欸 這樣大家不會啦 欸 那我們看完這個 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 等一下你試一下看看 來 作文 作文很重要 鄧老師可能就有需要 哈哈 哈哈 這個不承認我們會有 來 先考考各位 上面的叫什麼文 海桃文 海桃文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法令文 欸很好 大家都有基本認識的 來我們看看 這個 你用巴 你效果反而不好 我就用黑斑 所以你不用受限於說它的這個字 好不好 萬一那個不好 你就試看看這個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口 找聽到 早知道 倒是千萬不要用拉的齻 我說拉皮啦 手鼓子要用拉的沒有錯啦 你看 有沒有他笑人 這樣有上啊 那這個一樣,如果你要一次不夠,你要加深,就是再更新筆刷一下 這邊效果當然就會比較差一點,因為這邊比較深 更新筆刷 可以啊,你可以再塗一次,只是說它的效果就不是那麼明顯 那你可以試看看阿伯 這個,我會建議你就留著就好 因為這個太深了,你修不出來,那個效果就不好 你如果要修得好,就是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這一張,有沒有,這個啊,是不是還細細的,對不對 所以輕的比較容易嘛 這樣會了 所以這個黑斑巴,事實上Photoshop也好,Photoshop都有類似的工具 好,那我們Photoshop也有 所以雖然它是免費的,但是也可以做到很多不錯的效果 就好 體驚電站 嗯 谢谢观看